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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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ba 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除了工業人每個都家一戶小之外 他們的生產製造是非常驚人的 Keyba 他們到明年 應該是一個一百年的歷史 如果我們觀眾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這個 Keyba 跟這個支架前的公司的話 那還是留言告訴我們 Keyba 這邊呢 你就一路從聽到這個聲音 鍛造 到熱處理 然後到研磨 拋光 沾膠 全部這裡製造 完全在地 這邊有從他們早期的 所以他們其實真正的名字叫 禁馬 然後就是大家可能就會講說 馬牌 這個最厲害的最厲害的 把一個東西做到極致 做了一百年 他們獲得的是日本天皇 頒這個勳章 給小舅我們的父親 很驚人 小舅剛剛用一種很特別的表情說 我為什麼可以撿得這麼好 這個門後面就是我的秘密 我跟你講說魚嗎 他是想說沒有我們工廠的廢水 排出來的水就可以直接養魚 他們覺得這個超療癒的 其實看現場還是會覺得特別舒服 應該在沾那個Donut 這樣上來 我覺得這集是一個很值得 台灣各個水煉師傅 你可以看你喜歡的簽證 工業的人你可以看他怎麼製作的 老闆們你可以看他們的企業 是什麼樣的精神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少年 了不起了今天 我們現在人位於日本的心蟹 各位我知道有人唸心蟹 也有人唸心細 不過正確唸法應該是要唸心細才是對的 你也可以唸Nigata 可以看到我們後面這個美麗的建築 不瞞您說各位今天是一個工廠行程 既然在台灣我們都開一種 世界級頂尖的工廠在日本 我們也要來開一個非常好 非常厲害非常強大的工廠 錢紙大家用過吧 尖嘴錢大家玩過吧 他們呢是照至今現在全部的製程 都完全在日本製造的公司 可以吧 我們結果台灣友人的協調 他們特地幫我們搞了今天這個行程 能夠到這邊直接參訪 而且了不起的是 今天參訪的陪伴員 就是這個明年即將買100年企業的 長谷川社長 こんにちは 台灣的各位 歡迎來到競馬工廠 今天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一天 跟非常壓力三大的一天 不只代表我們台灣的形象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我們開工廠吧 從我們剛剛開場的地方到這邊走過來 你看到四個足球場的大小 都是他們長谷川的公司 這邊呢你就一路從聽到這個聲音 鍛造到熱處理 然後到研磨拋光沾膠 全部這裡製造 完全在地 來到第一個地方嚇到我了 大家往前看 你看在這個新械劍的一號機 昭和七年的時候 初代社長長谷川藤三郎 他從關西買入的機器 他們每天用一個酒杯供著他 這個呢今天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鍛造 就是上下模式的 在我們前幾集拍鍛造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印象吧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慢慢進階了 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好 他的腳還是用系統槌去踩的耶 對他們來說這個也是一種 職人的技術 而且你看看兩個換班的時候 完全沒停下來 就過去然後踩 然後那個人走過來 然後就接走 然後他就走了 沒有讓他停下來的意思 我們現在從灌造場 現在我們要一路走過來 到下一站 這裡面就是有機台了 他這個外面看起來是新的工廠 但他說他原本以前是舊的 再把它重新改造 好漂亮喔 你看工廠的環境 然後又是有那種草地啊 原子光線都很美 你叫bunny style 啊 剛剛那個社長退學轉下來 他跟我講說這個牌子 就是日本style 你懂什麼意思嗎 是他被重在下面 日本style就是你工作做得不好 社長就直接bunny 埋在下面 沒有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那個啦 他負責的 這兩棵樹最重要的意思是 因為工廠會有環境污染 如果能夠把這個 清冷乾淨樹可以長得很好 就代表他們這裡是 非常bunny 這個因為今年8月才開始種的 他們總共128個社員 每一個人種一塊 全部長完變成綠草如荫的時候 就可以露營啊 或做一些活動啊 或什麼的 看著這個稻田 所以之後你會看到 180幾個社員 全部都被種得滿滿的 然後他們有照片 有照片 這個也是舊工廠 那不是說新蓋的 小舊剛剛用一種 很特別的表情說 我為什麼可以撿得這麼好 這個門後面就是我的秘密 這是魚嗎 魚嗎 首先 環境裡 好好的 所以 工廠內 燻到水裡 魚都生了 我跟妳講說 魚嗎 他在講說 沒有我們工廠的廢水 排出來的水 就可以直接養魚 然後他告訴你就說 我這間公司 到底對於環境 是多麼樣在意 我連 他用正常的水養魚都養不活 他在那裡工廠 他在那裡工廠 剛剛社長在跟我們介紹 就是他們在這個做熱處理的 就是有國家檢定期的 一級二級的技能室 然後他就說這兩位佐藤先生 他們都非常想要趕快 盡快能夠變成一級的技能室 他就說我們內部是很透明競爭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美麗的工廠 社長非常的大方 他就說讓我們站到上面 整條可以讓我們拍 然後那邊養的魚外面有兩個 裡面有一整排 這是他們這邊所熱處理 因為你有很多廢水 他們的廢水會先過他們的魚池 他說第一個就是讓員工可以 感覺到上班養魚嘛對不對 很舒服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剛剛講的一句話 我就很感動 他說這是我們公司 對於這個環境的承諾 他剛剛在簡報的時候 就跟我們講說 大阪的生意就是說 我們要三方共好 就是我製造的也要好 賣的人也要好 買的人也要好 環境也要好 就是不是你好跟我好 而是整個社會大家都要好 我覺得很幸運 就是可以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讓這樣子厲害的社長 來跟我們講一點他的精神 他現在在做的就是要做進到熱處理了 在前面他們在做加熱鍛造的時候 有熱過一次了嘛 那為什麼我現在還要經過這個火道去加熱呢 這個畫面不一定很常見 這個角度大概就是你往生的時候才會看到的樣子 不然就是你要當個好錢子 他這個做的設計他們是連續乳的概念 也就是說連續乳就是把好幾個機子 他直接串在一起 我相信在座有各位應該有去過熱處理廠 如果沒看過的話 有機會我們拍個熱處理廠給大家看 但是我覺得這個絕對是熱處理廠的標竿 你看上面乾淨成這樣子 因為熱處理廠你常常就是 當火喔 你會看到有出現紅色的火的時候 它表示裡面喊炭 所以為什麼你拿打火機 燻你的一個針啊 金屬的東西它會變黑黑的 那我們在調氧氣磚的時候 就會把它調成藍色的火對不對 紅色的火跟藍色的火 其實就會從600多度 500多度 差到1000多度2000多度 就是燃燒完全跟燃燒不完全 關於火焰我們有機會在拍一集 跟大家好好講解講解 這個工業的歷史啊 真的是不大精深 加入工業 長大都大全 我們要應該講個比較有內涵的話 加入工業 可以觀測到底 為你的信念的努力 來各位看後面 你去爐上這邊 下面這個應該是油脆 有點像那個烘小魚乾跟小螃蟹 被帶上去一樣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油嗎 油脆 對 就是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以前人家 不是打鐵打一打 會把它丟到水裡面冷卻嗎 我們打到那一集 我們打到那一集 丟進去的也是油 因為油它可以讓它比較慢的速度 慢慢往下降 但你如果用水刷一下 溫差太大了 對 然後它就變得太硬會脆 總而言之 它這個整個生產的設計是很重要的 從加熱的 脆火的 像那個食品送海產的 然後再一次中間潤滑清潔的 一入過去 你知道這個就是什麼 系統設計員 設計生產線 你如果能夠修改這個生產製程的人 通常都是賺不少錢 這個腦袋要很靈光啊 腦袋很靈光 而且你懂的項目要多 其實這是一個行業 我算是有從上面賺到過錢的人 好 這也是一個腦袋靈光的 我是一個腦袋靈光的人 有時候我們就是常常看一看 然後跟他講 老闆我覺得 你這個有些東西可以修改 我們就一次千金 一個字幾萬塊上下的 一次千金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你提出了一個好的概念給那個老闆 他可能修改費只花了可能十萬塊 就他的那個產能瞬間增加5% 10% 所以我們都號稱一次千金員 然後一路呢 把它油稍微清除了之後 然後加藥水潤滑 到後面 就是連續滷嘛 它就一次 做做做做做做 抓到這邊來 到最後 你的小錢紙的粗胚就出爐了 然後呢 在剛剛你熱處理完之後呢 另外這個叫局部加熱 有沒有看到這個 不一樣的各種形狀 它這個的用途是什麼呢 就是高周波 高周波就是 它是一個我們在做鑄造啊 或者是在做加熱 現在已經慢慢 越來越普遍的一個工法了 那它的用法呢就是你這樣子把它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你不用碰到它 然後它上面就會瞬間加熱 然後加熱碗抽出來 你就加熱一次了 然後這邊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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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的工廠重新改裝過的 這是你自己要 這個是因為那邊用完了以後的東西 但是其實 一般家庭或是什麼 如果要用也可以 所以它就留著 如果大家想用的話 就可以自己帶走就是了 台灣的朋友們 缺沙紙嗎 來新鮮 做新幹線很快就到了 這個是研磨 拋光工廠 所以 這兩張椅子 這是一種 就是比較粗的講話 就是 就是沒有我們研磨不了的東西 翻譯成台灣就是 沒有你們杯不能碰 這樣 所以進去 想像說可以 想像說可以 現在進來是他們的研磨工廠 還記不記得 研磨的廠 你看我們常拍研磨廠都拍很特寫的地方對不對 因為外面就會很髒亂 然後你看喔 乾淨成什麼樣子 你看那個集成系統 然後一度把管子全部送到上面 所以這個集是非常值得 台灣企業老闆可以看一下的 就是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的做的方式 剛剛社長讓我們從這邊往下排 先看一下下面 然後它就是有一條線 這個線呢 掃地用具 工具箱什麼的 然後工具就在那個 那個線外 所以台灣當然很多公司也有做啦 但是 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研磨工廠 完全沒有乾淨 大家看他們走到這邊 都有他們師傅的照片 這個在日本 他們因為 就是有一種 職人的意思 在他們來說 這個是一個蠻習以為常的方式 所以你看從 老一輩的到年輕的 然後到 女生的 大學生 都有 在這個研磨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一個很難很難很難的斷造工藝 一開始的設計師 叫小三二郎 它這個不是用鑄造的 它是一樣是用斷的 但是斷大家有看到那個上下膜 砰這樣壓的時候 你要做出這個腳 是超難超難的一件事情 它用不一樣的材質 讓大家看到這個研磨步驟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它示範的這個 既然不是馬牌的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其實它是叫馬乳頭 在日本非常非常厲害 也是賣到全世界 大聯盟也用的指甲剪 足球也用的指甲剪 打高爾夫球 運動員專用的指甲剪 就是用這個 各位男性朋友們 當你看完我這一集之後 你就知道你可以送什麼給老婆了 因為馬乳頭的這個指甲剪 它也是 可以把這間公司做的 如果大家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我們找機會再來拍馬乳頭 不是拿乳頭 是馬乳頭 拿乳頭是 好啦 我們繼續看下個步驟 它現在這些師傅 他們在後面在做的 就是把這個 還沒研磨過的 把它磨到奇特的角度 在這個奇特的角度 你在每個剪每個電線的時候 就像在切菜一樣 其實它在還沒開封前 它也很好剪 但是就是 有時候你會用一點那種 老師傅的技巧 稍微這樣子 頂一下 頂一下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要 你真的用手 去回饋那個touch感 你才會有那個感覺的 它那個 Kirayachi的那個感覺 就是比如說 你把它全部剪下來 是 一下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用手感 我覺得 我覺得這牠牌子最厲害的地方 你用手感你可以感覺到 我這個是剪到橡膠了 然後我這個是剪銅線的感覺 我不用看喔 就是 你用手就可以感覺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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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全部就開始 對啊 不好意思 我們得到社長的認同 然後在這邊啊 通常要三年才可以出師 然後成為一個成熟的老師傅 要十年 所以他們整間公司 大概就是一百多人 但是供應著全世界的錢子 不管是他們自己的牌子 還是他們現在很少很少 有在天然代工 他說那個都是他以前阿公或阿宗 那個年代的時候 合作了 合作下他們就沒辦法 但他們現在也已經沒有辦法供應更多的人 所以他一百多個員工 然後一直老師傅訓練練 然後練到 為什麼他們每個東西都要 用手去慢慢挫慢慢做 然後慢慢調整 調整到他們最想要的樣子 他們就很在意那個 剪下去的那個手感 這個已經不是在工作賺錢 你知道 他做的是一種精神 很不錯耶 我覺得這集是一個很值得 台灣各個 水電師傅 你可以看你喜歡的錢子 工業的人 你可以看他怎麼製作的 老闆們 你可以看他們的企業 是什麼樣的精神 很不錯 那我們到下一站囉 剛剛小舅跟我們講解 你有認真聽嗎 有 從這個工序當中 各位老工業人 你看出什麼樣的管理 他是沒有鎖墊的 他以前在買鞋口的時候 比如說德國製的 他們是中間有一個螺絲鎖起來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這是用毛的咧 你知道最大的差別在哪邊嗎 它直接一體成型 再加工 算對不對 在座前置 有兩大派系的做法 一個就是 單邊單邊他都做完了之後 兩邊都磨好 抹好了之後咧 再把它鎖在一起 可以把它們 之所以 複雜跟做工的順序 總共有50個步驟 他們這個的做法呢 就是當你在兩個前置 它在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看它是 基本上是完全平面的 但是可以把它有一個 很厲害很厲害 要用強光才看得到的特性 也就是說 他們做法是 矛在一起 你的動作不用動 兩個不動之後 直接再去做研磨 它最後的完成面 它是完全一體的 他們 老師傅在 每一支每一支 他們都在調整 因為在這個 尖嘴前的下面 有一個可以剪掉的 那個刀口 它就是要去夾它的這個 夾龜裡面有沒有 浮發的樣子 然後再來是 師傅有一些 它稍微前面有點彎掉的 它會用鐵錘中間 夾著那個鐵板 然後當成一個 反作用力的原理 然後去把它敲正 然後他們有一些 什麼小小的一些 零星的鐵穴啊 還是巴莉亞啊 然後清除掉 它也會再重新看一下 那個刀口 是不是完美的 我看到現在 你知道我可以跟他們 做什麼樣的生意嗎 賣電線給他們 這個 他們每一支 他們都要試剪 硬線軟線 他們一年可以賣多少 的鉗子啊 150萬隻吧 能夠生產150萬隻 所以他們每一支都這樣子剪 這樣子剪 剛剛小龍又跟我們展示了 他剛剛這個處理到一半的千嘴錢 他拿一根鉤子起來 然後夾了這個鉤子給我們看 下面這邊我要可以把東西剪掉 然後我的上面 我要連鉤子這樣子 是可以把鉤子夾住的 就是絕對的徹底 他就是把一個東西 做到極致的極致 我覺得這個超療癒的 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品質怎麼做出來 應該是喔 因為我之前都會以為是套上去 喔真的喔 對 沒有就是這樣沾的 只是看現場還是會覺得特別舒服 對啊 然後再沾那個Donuts 這樣上來 而且你看他這間是 整個清洗到沾交的工廠 沒有什麼味道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太厲害了 他剛剛跟我們說 這批貨就是要送到台灣的 所以社長有一些話想要跟台灣的朋友們說 還是什麼 我現在是要送到台灣 現在我們會送到大家的手上 我們會送到大家的手上 我們會有確實檢查 然後我們會送到大家的手上 我們會送到大家的手上 我們會有興趣 台灣生產線是一個你會感動的一間工廠 我覺得已經不只是做錢紙了 它是在做一種精神 不過台灣在50年 台灣人去台灣 已經使用了50年 我們要計算一下 一億本 社長說這個錢紙 他們從他父親 已經交給台灣50年了 然後大概賣到台灣已經有一億十了 謝謝 我們謝謝他交給我們很厲害的工具 他也謝謝我們讓他賺了家業 他們日本的企業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說 全部每一個員工都是檢查員 像他這一個 他突然覺得他有一點點不順 跟有問題的時候 任何一位員工 像這位長得非常可愛的大學生 他都可以去校斷整個生產 然後回去跟他們檢討 就是說每一個員工 對於每一個錢紙 每一個出品都好像是 跟他的精神是一樣的 最後一站呢 這邊其實就是他們的秀潤了 等一下我們來帶大家來爆買行程 你在 我在大產工 各位會員們不要緊張 我有一些是為你們而買的 像這個 這個就是只有日本這個地方 原產地才有賣的 其他地方都沒有 我們就送一隻給女性會員好了 還有這個 專門剪光顧化的 現在這個拿來送給我朋友 做左東獎的那個朋友 那個獎杯的朋友 這個是送你啦 如果你沒看到這一隻的話就算了 如果各位朋友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喜歡我們 常常到這個世界各地去開張各個厲害的工廠的話 那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你可以購買我們周邊的商品 或者呢把影片分享給你的好兄弟 跟你的好朋友們 我覺得就是可以互相學習 也可以讓大家看看 就是這種日本做到世界級的工廠 它是怎麼樣規劃的 跟什麼樣的心態的 我覺得我自己是受益良多 收穫滿滿的 你看這個 收穫滿滿的 那剩下時間 我要去做自己的工作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不 我們想說 Kia桑她以前就是讀這個科系的嗎 還是本來就是做工業類的 還是是不是家裡就是這個行業 就是她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親切這裡做這樣子的工作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很外貌的人 就是覺得 跟我們想像 跟台灣的工業不太一樣 蕾三場是很傳統的物作 革新的物 做成的產品 所以 這是什麼 那個時候 這一個 這個 學生的時 在新潟駅的贡献店 外国人的観光客人 新潟的商品介绍 ボランティア 工作 这就是蕾三条的制作 非常有趣 很厉害因为在燕三条这边 其实就有点像是台湾的 中章头的感觉 但是它又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工业 跟许多手艺的人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 谢谢 谢谢 我们觉得这一趟来 就是我们可能把影片带回台湾 相信也会给很多人很多的想法 然后最后就还要非常感谢你这两天的照顾 谢谢 这集就这样子啦 请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该做的事你们又要照顾做啦 那我们下次见囉 拜布 谢谢 你知道在日本会有一个传说叫九九大神 当一个东西用了很久很久的时候 这每个东西是有灵魂的 像你第一个工具第一个锤子啊 你知道有时候我过年的时候 我那个在离开的时候 我会把工作室打扫完 然后我在后面跟他们 要拜一下 就也没有真的拿相拜啦 就只是你会觉得 有时候工具会跟我讲话 你知道吗 你的摄影机跟你相互了三年 你有跟他讲过话吗 我把它当成上战场的武器 你们要把它当成伙伴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日本在地看到更好的相机 现在日幣便宜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拜拜 没有啦 如果我们当这个频道 当拍了三五十年之后 一百年后 好像没想到百年期耶 这台相机我们就会把它 弓起来 每天敬酒 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这一百年后大家来见证了 各位小朋友们 我们来猜猜看 你知道它这个上面 不是都有这个斜斜的东西吗 像斗地一样 像他们这个针箔 他们的树上面都有这个 请问猜这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在台湾绝对用不到 结果在这边用得到 公布答案 下雪 下雪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雪基很深嘛 然后怕压坏树 然后呢 他们就会做这样的装置 让雪可以直接 散下去 各位超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 从今年开始呢 超音真的会员频道很不一样 除了你可以看到一些 七七怪怪的会员影片之外呢 你都可以获得一个神秘的折扣码 而这个神秘的折扣码呢 你在每一个不定期的时候呢 都可以买到一些 七七怪怪的特殊工具 像台湾买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台湾买得到 但是特别平民的东西 所以每个月呢 你只要省下一杯饮料钱 你都可以获得这个会员资格 随便买个东西 都好算 欢迎你加入会员 来支持工业频道 来开启大家对工业知识的想象 本月的优惠商品有哪些呢 社会议程中的大分市 支持工业开启大家 我们下薪业开启大家 能不能让开启大家 对工业开启大家 我们下薪业开启大家 Kat就是Creators in Taiwan 是為新媒體創造的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oney Video、AVB、訂閱Kat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Marchi